我們從磷酸開始算起 這個在你的課本的一體 對於5M的鹽酸 讓你去找出所有物種的濃度 怎麼算? 如果說現在給你這樣的一個information 5M的磷酸 然後它的三個酸減常數 然後要你去算出這個溶液裡面 所有可能的離子 它的濃度是多少? 這個我要來找人拿手 那個吃冰的人是誰? 釘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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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算 好 已經吃完了 吃完了 可以邊寫邊吃也沒東西 來 要算了吧 對 可以看我的領袭嗎 不用 不用吧 不要不用吧 好 老師我用這個鞋好不好 我幫他改一下改成這個 對 對 看你整齊了 對 都不正會喔 喔 好 好 好 是他最少可以的一集吧 蛤 是最少可以的 喔 呃 L R R 不會啊 今天怎麼比他一集啊 要這樣有點支離破碎的感覺 對 都很重心 把他從小有忘記要弄一下 所以要趕快快點快點 等下要上別的 那大家也是一片形象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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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可以再檢查嗎 對啊 可以 你是要其他队前阻人吗 不知道去哪里 插店 插店 这要容易 这边插店 这边有朋友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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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遇到这种 你继续 遇到这种多脂脂酸的市值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的结合式 还有它的可以表示方法都先列出来 这边是你特别账七之八 没有力 对 我评订 Right 没ivi 好靠我 好 都練出來之後 再要開始整結 整結喔 依下合 這邊 股房 你要放哪裡 股房 股房這裡 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 對… 就是它這邊第一幕要先整理它是什麼東西 你說喔 三個全部寫出來 對對對 5-1 x 對對對 對對對 那x的話 它們要差很多 所以 欸?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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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要再加m 對 然後 差很多 所以 所以y不看 這樣嗎? 對 好 這邊是y 好 這邊也是y 欸?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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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 這是什麼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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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喔 欸 喔 好 好 假如這樣就可以下一個 其實也是複雜的計算 就大家是不是計算 沒人交上來 再押上去 這也是 那是押著押 那是押的 好啊 在這裡 你做新區嗎 沒有 還要再暴露 你是不是 我都已經好 我們都已經好 講解 就這樣講話 這才暴露 這才暴露 所以你們要亂的話會再死嗎 所以這邊你去減 X平方所以5減X會等A1 然後你去全改10度多少 但是後來的這幾次的話呢 因為這個減度的Y都比較不一樣 所以這個減度的Y的的話 另外就是Ka2 所以你第一負球柱X 第二負球柱Y 那Y的話因為這邊X加YX-Y 在YX都比較小 所以可以忽略 不是趨近於0 是因為它跟前面這個可以忽略 所以Y等於0是一個Ka2 好然後再來 所以第三負 一開始是6.2乘上次的 就把-Z 對不對 然後這邊呢 這邊是X Ka3 因為Y跟Z都很小 然後這邊是0 對不對 然後你就去代1.9 好像 那這邊Z也可以 所以這邊等於Ka3 然後從這邊去求出自己出來 所以自己會等於Ka3 然後從這邊去求出自己出來 然後從這邊去求出自己出來 所以自己會等於Ka3 所以自己會等於Ka3 我們看一下XYZ的大小 就是差很多 X是在10的-1 這個負量級 然後Y的話 它已經跑到10的-8那邊了 然後Z更小 Z是在10的-19 這個負量級 從這邊你可以看出它整個 它在多子算 它在解析的時候 它有負量級的角 好 這個是立體7-8 你們要不要看一下課本 在263 然後還有一個立體 我們也可以來 Check 一下 來度一下 我是264頁的立體 79 79 好來看一下 1.2mol的sample of sodium phosphate This is dissolved in water and hydrochloric acid This is added 快一點 And then to give a total volume 1m and the final pH of 4.63 g 然後要去計算 It can do a concentration of all phosphate containing species in the solution 怎麽算? 像這樣子 這種皮膚跟剛剛這個又有點不太一樣 它現在變成是怎樣 加酸 加酸到 或者是加鹽 加這個磷酸納 到1L的這種 HCl裡面 去鹽酸裡面 然後給你貼去擠 好 所以 所以 來 這種皮膚的我算 有沒有的人要上來算 好 所以 一樣它那個磷酸跟加進去之後 因為它所有的 species 所以皮膚是要上來算 對 好 來吧 來吧 你要賭罪 賭罪 賭罪 你在幹嘛 你在幫你洗 好 來 來 我去看 你要買 看 怎樣 你 就 favored 你手被怕掉 ией吐 不可斜 你估算 算所有的故�ους的能付 某某某某棉 不算 啊 也都不算 很好笑 所以有这个溶液当中可能存在的离子的浓度 你要怎么去求出来 你现在加0.2mol的磷酸钠 然后到一个溶液里面 一个溶液里面含有磷酸 然后总共的体积是1L 最后的pH值是4.63 然后要根据这样子 手边这样子的银行 去算出这个溶液当中 所有可能存在物种的浓度有多少 这一个一个还好 比如说这一个 我先接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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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先第一個先求這一個 為什麼我們能夠不上 這個啊 對 這個能夠不上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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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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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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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相对关系列出来 然后到最后再带数字进去 但是你要一開始 先把訓練帶進去 這個跟客人有這個習慣 就是偏好 沒關係 然後第三部分 謝謝 所以磷酸的话就是这一个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 这边我们不是一开始列了这个式子吗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把它统统转换成同一种物种 你把那一个物种算出来 其他它相对的关系你就可以做得好 有看到吗 你就这一个PO43-5 它是这个关系式 带进去 然后第2个这一个HPO4-2负的呢 2负的在这边是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吗 然后这一个的呢 H2PO4负的是这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H3PO4很深 那这四种负负加起来要等于0.2M 所以变成你这一个位置数 你就解了之后 因为其他的 其他的数值你可以把它都当做 是乳质的吗 K是乳质的 然后在一个特定的PH值的时候 它新离子的浓度也是可以算出来的 所以你就把一开始的这个 重新用H3PO4表示出来 变成这样 然后第2个是H3PO4 然后第2个是H3PO4 然后第1个是H3P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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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从这边 你可以看到你这些 K值还有氫离子的浓度带进去之后 这四个species加起来 总和是0.2 你就可以去先求出H3PO4 好 那因为其他的species 你都已经先前先少出了 它的那个总算 它的比例了 之后就带进去 然后除了这几个species之外 这个荣椅里面还会有什么 氫离子 氫离子 氫离子应该是从H给你就可以写出来 还有OH- 对不对 OH-也可以写出来 还有什么联子 纳离子 纳离子那个就写出来 就直接这样就写出来 然后就写出来 好 这就是NA注尼 所以这边N1、N2、N2、N2、N3 好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看刚刚说那个氨基酸 就所有的20种必需氨基酸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质值是什么 氨基酸的通式是什么 氨基酸的共同的通式是什么 它会有一个什么基因跟什么基因 氨基酸的说 所以是NH2吗 NH2吗 但是它有的时候也会是N3正 然后会有这个氨基以及缩基 COOH这边 然后它会有一个策略 SideChain 我们一般用R来表示 那往往是这个SideChain SideChain 不是SideChain SideChain 决定了它的这个氨基酸的个性 它的关闻其他的功能 个性 那所以有一些氨基酸 它的测链也会发生起 那可能导致它会有其他的氨基酸 分解之道 但是一般来讲 所有的氨基酸 它都有可能会质子化 或者是去脂质化 什么叫脂质化、去脂质化 像比如说脂质化 它这边的话 它也可以是NH3正 就是当它整个氨基酸都脂质化的时候 它会以这种形态出现 但是氨基酸它在不同的PH值的时候 它会可能会解离 解离那有可能是这边解离 也有可能是哪里 这边解离 那如果它也有R上面也有可以解离的位置的话 它也有可能这边会解离 所以所有的氨基酸它们在不同的TH值的时候 它都可能会就是这样不同的质质化 或者是去脂质化的形式存在 所以你去找氨基酸的一些相关资料的话 你会看到它们通常会解离TKA1、TKA2 甚至TKA3的这些 那这个氨基酸就告诉你这个氨基酸 它在实质或会什么样的状态存在 那怎么去算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从最简单的Flycing来看 Flycing是最简单的氨基酸 它就是这边也是这次 它没有一个整个车 它是一个车 最简单 现在是一个车 要在这个车 它是一个车 它是一个车 你并不远 然后你不远 你可以考虑 大家 没有 要说 你并不远 是一个车 大家 然後會從縮酸這邊的氫鮮脫掉 那脫掉之後呢 有沒有發現它這一個分子裡面 有一個帶增加的部分 有一個帶負架的部分 這一種形式叫做dryptor ion dryptor ion 美海浜 非常漂亮 unnecessary 臨漫大家 ねぇ 今天 呢 所以它可能有三種不同形式 這個是羊粒子還是因粒子 這一個 羊粒子這個 羊粒子的形式 不是說它的直直化的形式 那它可以變到兩性 這邊它有可能是因粒子的形式 或是說deprotonative的形式 deprotonative的形式 那在不同的pH值的時候 它的胺基酸可能以不同的形式 直直化的 或是兩性的 或是去直化的形式存在 但它在生物上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有的時候它帶增價 有的時候是兩性 有的時候是帶庫價 這個會影響到它周遭能夠形成的清建 它有的時候可能在某一個形式下 它會形成清建 但是到了換了一個pH值之後 它可能原來可以形成的變成不能形成 或者說它有其他新的清建可以形成 那這往往會去改動一個蛋白質它的三級結構 甚至是四級結構 那改變 一旦這種三級結構、四級結構 空間上的結構改變的時候 它就很有可能會去影響到它的生物功能 所以這為什麼pH值它在胺脂酸 或是就在對一些蛋白質的功能上面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有時候脂質太酸或是太減的時候 有一些功能會沒有辦法去調化 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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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因為是 除非你們是真的 你真的有酸鹽酸之類的 所以這種胺脂酸怎麼算 要去考慮 你看到它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多磁酸 或者是多磁酸、雙磁磁酸 那怎麼去決定在某一個特定的pH值的時候 它有百分之多少是以去脂質化存在 百分之多少是以量子、百分之多少是以去脂質化 或是去脂質化怎麼去算 其實跟磁酸的算法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我們來取個例子 好 好 那這邊就你們回去的功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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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 我剛剛說了嘛 這個算法跟算磁酸是一樣的 所以你們回去自己算多一遍 就是以白醒肝氨酸回例 好 1m 不要用1m 用0.5m 0.25m 加課 0.25m 在pH值3跟pH8的時候 它 脂質化跟去脂質化跟雙離子 雙性的兩性離子 它分別占的百分比 好 然後 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會請同學來算 好 Protonative的比例 Gitline的比例 還有Deprotonative的比例 好